上回讲到张勋用宣统帝的名义免去了自己的几项职务 然后又通电各省 因为张勋觉得自己挺冤的 以前在徐州开会的时候 对复辟这件事多数人是表示赞成的 如今却群起反对都冲着自己来了 所以需要解释一下 他的通电是这么写的 我国自辛亥已还 因政体不良之故 六年四变 迭起战争 海内困穷 人民枕粹 推援祸时 枉非共和皆之利盐 殉以悲天闽人之怀 而坐整溺旧坟之计 度非君主立宪政体 无以顺民心而回末节 欲行君主立宪政体 则非复辟 无以定民志而息纷争 此心耿耿天日为朝 所幸气求生硬 五道不孤 凡我同袍各省 多予其谋 东海 河间 游身赞许 信使往返 具有可征 前者各省都军 巨翼徐州 赋经商级 列诸计划之一 似以事迹千祖 智有停顿 然根本主义 巨能变耕 现以天人会合 信告成功 民不错耕 商不易事 龙旗飘扬 便于都城 万众卢欢 贤歌复旦 使各省本齐元役 多数赞同 河南再现太平 不易二三政客 因处地不同 遂生门户之鉴 于是主张其意 各取极端 或顾为本心 率以意气相向 或反持私鉴 而以专善建规 聚起兵端 急于基辅 人心惶恐 免故动摇 虚为保持地方 治安起鉴 自不能不发兵抵御 战争既起 胜负难言 舍竟以此 扰极宫廷 获言屡礼 甚且千惹交涉 丧失利权 则误国之旧 当有认知者已 违念此次具意之由 本以救国寄民为制 绝无丝毫 权力之私 参与其间 急遂初心 即当奉身隐退 旷义政大臣之设 原以兴负一使 国会未成 内阁无从负责 若寻常志 仅以伪诸总理一人 未免禁于专断 不得已而取合议之志 事属权宜 既已追掳五人 滥应思选 辞而后任 方切残皇 原于本日请旨 以徐太傅 辅政 组织完全内阁 召集国会 议定宪法 以服实行立宪之志 资奸继谢 父则有人 当即面臣辞职 其在徐太傅 未经历经以前 所有一切格物 统交王聘老 暂行经管 疑似诸事解决之后 急行率队回徐 但是帮及永定 见己富强 勋亦何求 若服公罪 唯有听诸公论而已 敢不负心 谨谢天下 张勋的意思是说 辛亥革命以后 国家乱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共和国体不好 当初咱们在徐州开会 各省都军的代表 多半支持复辟 连徐世昌 冯国章也没表示反对 现在我真的把复辟弄成了 百姓都过得好好的 可是有那么几个政客 出于私心 跳出来反对 还动武 我张勋是为了救国救民 并不是为了私利 我现在已经辞去议政大臣 直立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 等徐世昌入京 组织内阁 召集国会 我还带着我的辫兵 回徐州就是了 话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不死心 于是收集溃兵 驻扎在天潭 另外在天安门 景山 东华门 西华门 以及南河压等处 各设炮位 严刑恶手 要与讨逆军备成一战 驻京各国公使团 怕殃及驰鱼 便相继赵惠轻事 要求下令 让张勋解除武装 取消复辟 但是清宫说了根本不算 只得将各国的赵惠 交给张勋 张勋当然不答应 定要决一死战 于是京城人人恐慌 杜织部上书张震方 陆军部上书雷震春两人 见时局不稳 器官出京 走到丰台 被讨逆军拦下 抓起来了 还有一个叫冯德林的 本来在奉天作官 也来凑热闹 想当一个复辟的功臣 不料复辟的事失败了 所以潜逃出京 途中也被讨逆军抓住 冯黛总统下令 撤去张震方 雷震春 冯德林官职 追回以前所受的 薰卫薰张 交法庭严惩 还有像康有为 万绳氏这些人 也都在准备逃走 只有张勋不肯下台 亲自在天坛督兵 做最后的顽抗 到了7月12日 逃逆军分三路进攻 旅长冯玉祥 吴佩福 张继祥等攻击天坛 张军寡不敌众 弹药也不足 从武前开战 打到武后 就支持不住了 张勋自知不妙 只身逃入城中 部队失去主帅 只好竖起白旗投降 张勋逃到城里以后 先回到自己 在南河样的宅子 张勋的妻子 一直不赞成复辟 万绳氏怂恿张勋的时候 张夫人曾经斥责过他 说 辱无故先锋作浪 将来使我张氏子孙 没有吃饭的地方 都是辱一人闯祸 万绳氏置之不理 而张勋一直就想复辟 当然也不肯听夫人的话 此次战败跑回来 张夫人见他一副狼狈相 也不好指责 只问张勋如何保身 如何保家 张勋顾不上回答 召集家中卫士 以及留在城里的部下 一共五百多人 占据中央公园 还想一战 这时候 讨逆军也追过来了 一窝蜂的进攻 讨逆军旅长王成斌 在南河样附近 选了一块空地 架起机关炮 对着张勋的宅子就打 张勋的家属急忙往外跑 凑巧张勋这时候 也遍及家人 从中央公园回来 急忙让家眷上了车 开往东郊民下 逃进荷兰大使馆去了 南河样的张宅 已被炮火焚毁 张局也悉数投降 遂于7月12日傍晚 由讨逆军收复京城 当即电达天津 向段祺瑞报劫 段祺瑞便准备乘车进京 刚好徐世昌来访 私下跟段祺瑞说 此次复辟 本非轻视本心 信物借此家罪轻视 张勋甘为祸首 原是一个莽夫 但虚念同袍旧义 不为以慎 穷寇莫追 请君注意 段祺瑞答道 优待轻视条件 理应尽力保存 至于张勋 就算你不替他说话 我也不忍加害 徐世昌拱手告别 第二天段祺瑞到了北京 京中已经安定 于是来到国务院处理政务 表面上不得不发一道命令 缉拿张勋 同时派部军统领江朝宗 去日本使馆 迎黎元宏回府 黎元宏经过这一番磨难 再也不肯回来了 只是不能总住在日本使馆里 便谢过日本公使及斋藤少将 又搬回东厂胡同自己家去了 随即通电全国宣布辞职 说 天象民国 赖冯总统段总理 及前敌将士之力 奠定经济 元宏已于本日移居东厂胡同 拟及赴金宅养科 此次因故去职 赴旧孔多 以后吸引家园 不闻政治 孔劳远系 特此奉文 第二天又发出一份通电 解释辞职的理由 原文写的文走走的很长 咱们就不读了 说一下大意 黎元宏说 昨天我的通电发出以后 听到传闻说我要复职 继续做总统 这让我很惊讶 然后说呢 我最近对五件事感到很内疚 一是当国会和内阁产生争议的时候 未能妥善解决 二是解散国会这件事 没能坚持原则 三是对张勋疏于防范 引狼入室 四是在变乱发生之后 既不能及时平定 也没有杀身殉国 五是身为总统 要靠躲进外国使馆 才躲过危机 所以我决定辞职 闭门思过 然后又对冯国章 段祺瑞提出忠告 希望二人同心协力 安定国本 李元宏虽然接连发通电辞职 冯国章还得客气一番 不能直接上台 于是也发出通电 说 现在京师收复 应及盈归李大总统 入居旧府 照前统领 国章即将代理职权 奉还李大总统 方为名正言顺 但是李元宏坚决不接受 这时候段祺瑞已经拟定了 新的内阁成员名单 汪大谢为外交总长 汤化龙为内务总长 梁启超为财政总长 林昌民为司法总长 张国干为农商总长 曹汝林为交通总长 范元莲为教育总长 刘冠雄为海军总长 段祺瑞自监陆军总长 但是因为冯国章 李元宏两个人 你推我让 总统的位置一直空着 没人来颁发命令 任命内阁成员 让段祺瑞很烦恼 这时候徐树珍自告奋勇 去见李元宏说 张勋康有为谋逆 国体动摇 今姓段合肥 在野兴师 入京逃逆 催枯拉朽 再造民国 为之功将如何相待 李元宏很认真地说 我不能事前米患 乃至变生走夜 震动荆棘 师未素餐 就已难辞 今已通电辞职 继任当属冯河间 不日就可入都 欣赏必发 应归冯河间主张 我已身武齐民 尚有何权处置国事 徐树珍回报段祺瑞 段祺瑞又转告冯国章 随即得到冯国章赋电 组阁的事 由段祺瑞全权负责 段祺瑞就以冯总统的名义 任命了各部总长 好在这时候 国会已经解散 不必另费手续 资求国会同意了 然后又通缉 复辟要犯 康有为 刘廷琛 万绳士 梁敦彦 胡四元等人 命京内外各军警长官 刘毅吉拿 康有为等人 早就躲到六国饭店 等到张勋被打败 全都溜出北京 走得无影无踪了 首犯张勋 躲在荷兰使馆 有人奉命去探查 张勋 左手拿着枪 右手拿着一大包信件 冲他吼着说 徐州会议的时候 赞成复辟的人 纷纷签名 证据都在我手里 他们要敢出卖我 我就公之于众 大家一起完蛋 可别怪我老张无情 前去探查的人 知道这事不好办 也就不管了 这时候 驻扎在徐州的定武军 得知张勋失败 就划遍了 四处焚略 另外在当途 宿迁 南通和树阳等处 驻扎的张军 也相继为乱 经徐州镇首使张文生 海州镇首使白宝山 率步进脚 逐渐扫平 段总理接报后 发电慰问说 奉大总统令 徐州镇首使张文生 海州镇首使白宝山 当张勋畅乱之时 即经通电声明 未予逆谋 并约束军队立为秩序 此次土匪新兵 裹挟为乱 又赴亲都所部 立与坚除 怀徐一带 得以保持安宁 实属申明大义 克当职守 张文生 白宝山 卓照旧公职 并责承将所部军队 声明纪律 切实整顿 以为地方 此令 还有宣统帝 被张辩帅 强迫登台 等到张勋一逃 段祺瑞入京 急忙由内务府出面 致函段总理 立诉张勋强迫等情 段祺瑞让内务部 电告冯国章 主张 优待条件 仍旧如前 冯国章自然同意 便托段总理传令说 据清室内务府 韩称 本日内务府奉御 前于宣统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钦奉龙玉皇太后 一旨 因全国人民 清新共和 特率皇帝 将统治权 公主全国 定为民主共和 并议定 优待皇室条件 永资遵守等因 六载以来 背级优待 本无司政之心 岂有实言之理 不亦七月一号 张勋率领军队 入宫盘踞 缴发御旨 善更国体 违背先朝议训 冲人身居恭敬 莫可奈何 此中情形 当为天下所共量 着内务府 资请民国政府 宣布中外 一体文之等因 查此次张勋叛国 缴邪诏乱 天下本共有建文 自具清室资达个情 何及明白布告 显示文之 此令 清室的优待条件 也算是保住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